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一些人干什么呢 专门干于现实无关的事情 做什么 做教刊的工作 到了有一位老学者 被称之为大杂家的叫王立契 叫完这本 叫那本 叫完那本 叫这本 然后不停地注解 抄了一堆古代材料 永远不会犯问题的 他顶多会被骂出来 一点用都没有 他都不能古为今用 但一碰到今用 那完了 搞不好就要被斗 你要左倾 你又右倾了 你又冒险了 或者有什么的温情主义了 鬼帽子一堆都会扣你头上 我纯粹就玩古典了 好 就在那边打转 完全与现实无关 因为那边的学术任何一个题目 只要是政府或者他们 不是要政府 他们的党发起的一个学术讨论 那全是要死人的 就是任何一场学术讨论 结果都一定会被斗掉一群 因为一定最后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当下来打判断 判断的结果有些人就要被盖 好 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用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讲啊 曹操是好人还是不是好人 最后要专注 好 如果党到了后来批判 曹操他基本上头 他是一个所谓的 接近于所谓的农民阶层出身的人 但是后来他只是背叛了农民阶层 像这样子 好 那么如果有人要再拥戴曹操的 好 完蛋 曹操 洗脑 然后每天要交心 交报告 看你自己改定成果如何 好 再一个主题里头来去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了没有 在我们小时候听过这个故事 还很受感动激励 就是一个乞丐叫武训的 他努力的到处去讨钱 文武的武训 训话的训 到处去讨钱 而后的话讨来的钱以后 他并没有自己享受 他累积了很多钱 都捐给所谓的人 等于是成立一些所谓的小学 来教导这些所谓的人 让这些年轻苦孩子的话呢 他究竟受了教育 将来不必像他一样的沦为乞丐 武性 武训 心血 所以你看看你们的成果烂到什么程度 这连最普通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妈总有一天的话 你妈等到某些游戏过去 你连刘备 张飞 他妈武则天也不晓得的 大陆在城里没有多久 立刻就要来谈到武训 因为武训在过去是被捧为 所谓接近圣贤人物 确确实力同行 他身为一个乞丐 自己都活不了 而后他努力讨的钱 他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 或改进自己的生活 努力攒下钱来 他攒下钱也不是为了让自己 将来能成为一个富翁 而是为了要办理学校 给一些失学的穷困的人群 他不是伟大的人吗 所以究竟武训是好人 还是不是好人 最后根据了共产党戒纪论 开阀进来 这个家伙他妈的是一个 所谓的地主阶层的走狗 所以凡是过去捧过武训 捧过武训的人 统统被干净 就是这种人 你不要看他做得好 你要看他的骨子里 他已经彻底被地主阶级弄化了 你说的话 现在我们要再举 幸好当时那个时候已经改革他们也过得也都是 好 陈瑞萨西乌女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对不对 是不是好人 他一生过得很清平 他一直在帮助所谓的印度的那群的所谓的流浪汉 或者是生病的人 或气质在街头的所谓的游民 他是不是好人 我老实告诉你 根据共产党绝对不是好人 他是帝国主义文化下头的 一群所谓欺骗人民的所谓的买贪 他是一个所谓帝国主义的宗教 宗教在马克思里头是麻醉药 麻醉人民反抗政府的一个所谓的毒品 你都被他感动了 所以你不会去骂印度政府 你这个王八蛋 你怎么把我 让我们落落得这么凄惨 他都不会激起名愤推翻印度政府 他是诸心之论 他不要看表情 你从那个上头上 你根本不是个好东西 你以为你在做善事 你那个善事全部是伪善 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维系现有的政府 你没有激起人民对政府的厌恶 跟阶级意识进行斗争 好 我这么讲的意思是说什么 清朝政府的文字语 确确实实会影响 但那不是主要因素 真正的因素还是学术内在理念的状态 到后来他很容易走向这一面 好 清朝政 清朝学者 努力研究的这些的东西 我讲过 一定要切记 清朝人自己标榜自己是汉学 汉学里头还分学派 最出名的一个就是所无派 就是苏州 一个缓派 一个白字旁 一个所完备的完安徽的那个代表 缓派 无派缓派两派 其实不止 这是最著名的两大派 这些人的话研究的成果相当的多 在最后 前家学的盛世结束了以后 这是一般讲的前家学 当时一个著名的人物 就是阮元 阮云台 阮元这是一个大 这个人做官做的很大 做梁广 胡广总督 两江总督 而且做的这个东西 不只是做总督 丰江大立 他做的地方 都是最富庶的地方 就等于说 你喜欢做台北市长 还是喜欢去做 恒春市市长 甚至去让妈做什么绿岛市市长 你让我去做绿岛市市长 我都不要去做 好 阮元是丰江大立 他更要紧呢 他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他学问非常好 这位的学者 同时第一要是学者 第二你要有地位 所以他在当时的影响力 非常大 非常大 好 你有影响力 你有这个 但最后 所有的事情 都逃脱不了一件事情 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这些都懂了 要是这个 软元的话 贪得不得了 所以捞的一几钱 第一个 他当然是做大官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 是收入多 这个收入记住 贪的东西 记住 有的贪是可以贪的 就是按照正理 没有问题的 这叫外快 有的东西贪的话 是不能贪的 但是的话 你有时候贪了 好比说 今天的话 他上任 他一上任 当然了 所有的那些 就有的官员的话 他心想 希望主管来了 拜计希望主管以后 继续多多照顾 有什么不当 对不对 那当然就要送礼了 这个送礼 一个衙门里头上百来个人 他就收了 一个人只要送 五千块钱 那是少的 那是他妈 这是见不得人的 至少都要 一万到两万的 然后呢 到了这边的话 假设他八月份上任 搞不好的话 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 阮元刚好那天是要过生 早就这一群人的话 就要骑街寿宴 然后把豆分子 骑开五十桌 麦格纳兰有这个送 把这个送还要送 他这次要送一个玉瓶风 上头香的都是金跟银或翡翠 跟红宝石做的东西 送一下寿瓶啊 这叫寿瓶 听得懂吗 瓶绷的瓶 我说的寿瓶 这一个寿瓶何死呢 那就是上十几万两名字 听没听懂 这叫做可贪的 而且是在正常范围 皇帝都不会过问的 浴室也不会谈课的 因为 这就是正常的官场 人情世故 有的是不能贪的 那这个贪 那就可能要出发法力了 但是这个不能贪 你要看 到底贪的过分 跟贪的不过分 贪的只要不太过分 一般的话就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算了 贪的如果太过分 那可能就要遭殃了 反正阮元手上有的事情 因此他就办了几件重大的事情 你跟十三经最要紧密切的 就是第一 做了这个大工程 十三经 地经这么多年 我们讲过最晚的在十三经这个时候 是到了北宋初期 北宋年经 北宋年经在经过了元 经过了明 然后到了清 这前前后后 已经隔了三百来年 这三百来年当中的话 不断地磕不断地传钞 各位意思啊 你凡是每磕一次就容易出错一次 这是绝对逃脱不掉 到现在都摆脱不掉 你教堪这个东西是这样 他们过去啊 教堪如同扫落叶 各位看过那些电影 小和尚扫落叶吧 谁扫谁有 你才扫完 你才扫 人家发现又有扫又有扫 又不丁的伤不丁的伤 三百年来不断地所谓的堪科 所以有不断堪行 刻板堪行 所以有不断地说 最后还要做这个总工作 十三经教堪行 希望给你一个比较所谓正确与完整的 经文注解跟所谓的正义书 希望给你这样子一个东西 他用到的本子在当时 已经算是达到了极致 很多东西他都用到了 好 这是他第一个对 那么第二个东西 那就是十三经教堪注 是跟着他来的 但是我讲过清朝学者 自有自己的一套 还有很多的个别的研究 那么这些有关经学上的研究 最后那些研究 他将他总结成为 编成一本 黄金经节记住 他那个时候一定要称黄 因为凡在本朝的人都一定要称自己为黄 或者大 大清王朝 大宋王朝 或黄明 黄宋 黄清 一定要如此 我们后代的人大可不必称为黄 因为我们又不是清传一部黄电子 但在当朝的人一定要如此称呼 我们现在光称清经界就可以 所以你现在上网去查 有的地方的地方 他会按照过去继续标黄金经界 因为这是他原名 有的认为我们现在找到了民国了 这个清朝都是一个过去的王朝 所以的话 你不需要叫皇子 所以就叫清经界 黄金经界总结了前家 清朝初年到乾隆嘉庆年间 所那些重要的著作 当然他是分的一书 诗 李 春秋 这样一步一步的来 他都把它一本本的 能够看到到的聚结在一起了 因此各位就知道 你研究经学 你不碰黄金经节 那叫做自饶死 黄金经业的东西 并不一定都可取 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到 这是前人留下的遗产 当中有很多 你以为你说到的 你不知道前人已经早说过了 当然有很多你的见解会超过他 但是有很多的见解 他早就影响到了 这是所谓 所以还有很多你想到的问题 或者你根本想不到的问题 他早就想到了 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所谓的 击手麻烦的地方 他早就给你指出来了 你还很得意 一路一咕噜咕噜咕噜地写下去 所以这是必要用的 第三个他最要紧做的一个东西 当然都不是他做的 这个算是他的了 清晰转孤 记住啊 这个字底下不是所谓边转的转啊 是一个食物的食啊 一定不能搞错 转的意思就是圣转 就是这是一个有关字据殉骨的 一个丰盛的满汉大习 所以他用这个字转孤 千万不要写出经济转孤啊 很多人都容易写出 因为这两个字 字形实在太像 我当年就错了 好 这为什么要做这个大功臣 这个大功臣极其有意义 到现在还有 大陆里头有一个什么汉语的 一个东西的话呢 也是用这个 把它底下这个所谓的 唐宋元明清的东西 都给他收进去 这是蠢的 蠢 我不是要做词典 它收的时代是有限端的 它要紧的东西是为了要解决先情的那些经典 跟所谓的书籍 跟所谓的书籍心情到两汉的 这个阶段大体上他们里头的流行的东西 虽然有变化 大体上是可以相通的 它为什么要做这个 它背后要有理由的 它讲的很简单 这是 我讲过 缓派领袖 刚刚不是有分 无派有缓派吗 缓派的是戴政 他的东西 而且是当时学界的技术 叫钱大新的 他们所谓的 经典怎么来的 经典是根据一句一句来的 对不对 我一段一段组合的 一段一段怎么来的 根据一句一句来的 那一句一句又怎么来的 是根据用心 古人的用词不对了 就用字 一个字一个字来的 其实不是字 就是字 所以你要了解经典 是要先认字 知道这个字 为什么有这个意思 隐身意是什么 本意是什么 还有 他如果如改字读 他的假介意 又应该是什么 好比说 改字读 读为喜悦的乐 意思就是喜欢 心里觉得舒服 各位 你不要以为了 你这才晓得 是因为亲人这个观念 所以这才导致 后来 所谓的张太炎 不知道 我也难以没有办法 张太炎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他自己的话 他说了一句话 别人问你的话 张太炎先生的话呢 你什么 很了不得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问他的话 您的学问好广告 他说没有 哪里 我只认识字 你以为他谦虚啊 这是发狂语 根本没有听懂 意思 你们这一群白痴 你们以为你们得了什么硕士 会赴了美流血泡 度了经 根本连字都不认 你不知道这个字 为什么要这么写 你也不知道这个字 原始的本意是什么 我不敢谈大的 基本字我都认得 这是奇狂无比的话 我们总认为要比 什么艰深啊 什么很困难的经典 你要达到那个东西 要从基础做起 你认不认得字 字正确了 而后才 由字以通词 通 交通的通 而后才了解 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 由词当然就通句 由句就通段落 最后就通了经 由词就最后才达到 他一步就跳了 通了道 因为我们讲过 道圣经 这样子 你通了经 你就了解了道 经怎么来 经是由句子来的 句子是由词汇组成的 词汇是由字组成的 所以由字以通词 由词以通道 正因此 所以 他要告诉你 每个字词的字怎么解释 这是他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是有背景的 大陆那个狗屁 他们就专门喜欢冲多 冲多有什么用 你根本那个时代里 都不适用了 唐宋以后这个东西 或明经 这样的东西 很多时日常书语 的话语言早就变了 你编词简可以 但是你要做这种 所谓迅速是一无意义的 而且突然会造成的混乱 这是古代根本 没有这样子的用法 这些大工程要切记 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 动则都要二三十个学者 阮云他请得起 供给得起 他并没有自己亲手做什么 十三斤教堂记 当时他真是花了功夫在上头 黄金经济也好 经济转故也好 都是重手修成 每个人各搞一部分 每个人各搞一部分 最后做完成 这是阮云的绝大的贡献 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刚刚你已经讲了 暖元是什么年代的人呢 嘉庆到过年纪的时候的人 这个的时候巅峰时期 其实已经过了 后来当然有 并不是没有 有 在这样子的行星期下 还是有很多人继续在写作 但是他只能收到 这个他死以前 或他看到的东西 对不对 你怎么预料到 在你以后的一百年 到底清皇的话 到底有什么杰出的作品 或者什么重要的研究成果 所以不知道 因此必须要有人贴旭 阮云等于是写到 所谓家庭道光年间 收到这个时候 道光之后的那些东西 全部要靠这个人 这个人 王金钦做的东西很多 名声音很大 但说实话 他的话个人境界并没有什么多 王金钦的话 这个人一定要记住 因为到处都要提到他的 子书部分要提到他 史书部分要提到他 经书部分也要提到他 王金钦做的一个东西就是 旭王金钦界 当然这个黄字 在现在我们看 也是不必要加的 就是旭金钦界 金钦界跟旭金钦界 王金钦其实已经活到了民国年间 大概民国五六年至少有 民国六七年 至少在民国八年以前 他就死了 左右 这个人 是到底我不客气讲 满洲的奴才 坐满人已经坐昏了头了 自认为是大清之忠臣 这些地方都当然是 我们可不必管他的 但最要紧的是说 他真正做了一个 很要紧的工作 就是因为他活到那么晚 所以他能够将 所谓软约没有收到 清朝的一半的 所谓后续的那些重要的成果 都搜集到了 当然了 还有很多家里的稿本 或者他有的人 根本就没有出示 拿出来显示给别人看的 那当然没有办法 几乎凡是能够见了 他都搜到了 所以这是一部非常要紧 因此研究清代经绪 你绝对不能逃脱过 清清解跟续清清解 他们的作品 很多未必一定有 对你有什么帮助 或对你研究的题目 他们有很多的见解 在现在看起来的话 也未必也没有什么出奇 但是实际上 他们有时候会替你 省掉很多的功夫 因为他早就已经替你做好了 那么他的判断 也不一定都对 但是的话 这是一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设计的 如果我是大陆的观光客 尤其在那大陆的脑筋 又是很僵硬 还活在五十六十年前 所以的话宣传的 总是一个是阿里山 一个是日月潭 所以总要去日月潭 看一下 你懂了没有 他并没有一定有什么 但是 基本上他就在 你要有一点尝试 那你就要去日月潭看 就等于你到了埃及去 然后你一个金字塔都没看过 我觉得这个人 不是所谓 绝顶才华 或格外特立独行的人物 就是脑子有问题 就是他连基本常识 他还都没有 好 今天就跟你讲 就是这两个人的东西 一两年 清朝学术 经许总结就在这上头 这两本大书